上次跟大家說Resolution 有很多人跟手就問 Pixel和Point有什麼分別 我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多人有興趣知道這件事 今天就跟大家說說 大家好我是Yanko Fong 上次講完Resolution 關於這個題目有很多人跟手就問 Pixel和Point究竟是有什麼關係 是不是一個Pixel就等於一個Point呢 原來不是的 有些人可能問Pixel我聽過 但是Point是什麼呢 原來其實我們大部分人經常都會用Point 因為是什麼來的呢 只要你有用Word 你就會打一個字 打完一個字就要設定那個字多大的 就會設定多少Point 平時我想最多人用就可能12Point 10Point 那究竟是否一個Pixel就等於一個Point呢 其實就不是的 其實那個正確的運算方法就是 每一個Point就是七十二分之一傳 就是七十二個Point就是一傳 你說為什麼要七十二個Point呢 就牽涉很多印刷頁那些History的問題 那我就不打算說了 但是如果大家會說 我忘記了 你說完之後我都忘記了 七十二分之一 這裡有六分之一 當然是什麼 那我就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你一查看你就會知道了 首先大家就可以打開你的Photoshop 你一打開你的Photoshop 如果你就這樣create一個新的File Apple N或者Ctrl N 你開一個新的File 你就會見到裡面有可以設定很多東西 譬如你這個File 會叫什麼名字 我可以叫做Pixel 或者Pixel VS Point OK 我有個名字 那裡面這裡就可以設定了 你現在要做這張圖 究竟是多大 那現在我設定了一張圖是300個Pixel 乘300個Pixel 300個DPI 或者300個PPI 但是如果我將這個數值 變成不是Pixel 是Point 這樣會變成怎樣呢 應該如無意外是72 為什麼是72 因為我原本設定了300個Pixel 乘300個Pixel 300個DPI 所以這個File是一個1吋乘1吋的File 那麼1吋乘1吋 72個Point就是1吋 所以它就會變成72個Point 我知道聽到這裡可能大家都很混淆 我教大家一個再簡單的方法 第一個我們試一下將它設定為寸 OK 1吋乘1吋的File 300個PPI OK 那我只要將這個寸 如果我變成Point 我就知道1吋就等於72個Point 如果我將它變成Pikers 也有些人做印刷的可能會見過Pikers 的話你就會見到是6個Pikers 1吋是6個Pikers 1吋是72個Point 1吋是多少個Pixel 我們不知道 因為就是根據下面這個PPI 所以在Resolution裡面 大家要知道Density 和一個實際的長度的分別是什麼 Point是一個實際的長度 平時我們講12Point的字 那個字就是六份一吋 一個72Point的字就是1吋 所以如果大家平時有機會用到這些東西的話 你做個File 我不管你多少個PPI 多少個DPI 只要你設定那個字 是72Point 它就是1吋 144Point就是2吋 這樣就最簡單 打到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